最近一段时间的新闻很热了 我看了很多新闻也看了一些点评 其实呢真的不是很想说话 算是心累了吧 因为没必要说很多废话 前面这几年说了一些祥瑞 从这个量子通讯 中国星到这个可燃冰 这个胜特膜 大量的这个净化水 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些段 有一些呢甚至还被 珍重歧视 那么当做一个科研项目 申请了一些拨款 完了以后呢 去建基站 去建一些实际的操作型 比如说我们听说过的这个量子通讯 那么 最近的呢 也是最热门的话题 其实还是芯片 中国最近几年 进口的这个芯片 事实上 一直大于自己的需求 当然了 他们在夸耀自己能够生产出 全球最快的这种超级计算机的时候 也没忘了 进口大量的芯片 哪怕是 与韩国在萨德问题上 发生纠纷的时候 进口量也是在增加 而不是在制裁对方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无论是研发人员 还是工况企业 他们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 他们做的又是什么 整个这个官僚体系中 傻子其实并不多 他们在用虚幻的这些祥瑞 往上级汇报 或者说忽悠基层的民众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并没有忘了 他们要靠什么政策 许多人一直说 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 其实 我们只是一个组装大 就组装这么点事 现在还不给你干 这两天老有人把这个华为 联想啊 跟这个中兴 相提并论 说谁谁谁更高 中兴 被封杀了 其他几个企业还在718换了 换了 其实这有什么区别呢 人家针对的是整个中国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高科技的这块市场 根本就没想过 只封杀一个中心 那么通过中心被封杀 其他企业 其他企业 貌似受到的一些教训 其实这还远远不足 因为人家最后要封杀的是整个 科技产业 还铁个蛋呢 在那儿 2025的什么 中国制造 胡鸡八尺 你能制造出什么呢 中国最大的问题 我一直说过 是技工的问题 是基础科学的问题 是材料科学的问题 它根本就不是几个金家工 去组装的这么一个产业 说是要感应超美 都是在那儿说胡话 这种评判 这种感慨 或者说你的这种义愤 真的没有必要 现在应该要买得下头来的 就去搞研发 有研发人才吗 该走的都走光了 想培养 买得急吗 就算有这么一批人 想搞研发 你拿什么研发 你不管做什么 你要有工具 对不对 俄罗斯曾经被我们视为 在高新科技领域非常落后的 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围绕半导体 运软的时候 他们还在用着沉重的电子 为什么 因为人家是真正立足于打核战争 在核爆的电磁干扰之下 半导体是一个也活不了 只有电子管 能够在防护之下 勉强地躲过核爆 即便俄罗斯现在放弃了电子管 他们进入计算机行业 他们采取过别国的模式吗 你听说过哪一个俄罗斯军用的设备 用的是美国的电子源器材 有人听说过吗 他可能在我们的印象中 是那种洒大黑书的笨 但是他所有的芯片都是自己 他是一步一个脚印 在追赶的世界的潮流 中国不是 中国呢 有一些急功近利的人 这个头其实在文革之后 就已经开了这个头 他们觉得造不如猪 那么走到这一步 这个吊门定下来以后 各个环节上都出现了一批 银河上义的所谓的科研人才 他们去国外学了一些东西 学到了什么 学到了怎么样 去把自己的平台搭建在 整个世界科技的前沿上 他们不断地篡改 国外的一些资料 拿了一些成品 即便是在芯片的研发上 也是拿一把错刀 抹去别人的商标 冒充是自己研发的 这种视力 这种丑闻 其实在科技行业中 每一个环节上 都能听到 这个国家已经免疫了 从领导层 一直到基层 几乎这是一个公开透明的信息 那么一直呢 没有人拿来当回事 现在好 人家要封杀你 从中心开始 拔出萝卜再处理 中心的问题 其他企业没有吗 都有 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 就规模以上 你稍微长得胖乎乎 肥嘟嘟 有点肉 可以被权贵看中了 你就被渗入了 国资 或者是权贵的自己 他们做买卖 已经走习惯了 老是喜欢超劲道 所以你让他在研发上 集全国之力 去研发一个东西 他们已经做不到 他们最需要的是组装 是赶潮流 动不动就冒出一个祥瑞 还吹嘘的全国人民都知道 巴不得让整个世界都知道 我们在科技的前沿上 做出了这样来样的贡献 其实呢 这都是效果 经济危机啊 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法 整个世界 它能挣钱呢 就是这么些东西 在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 比较有独创的一些行业 站在时代的前沿 他们攫取大量的力量 那么这个市场 在任何一个空间内 在任何一个时间框架下 它其实都是一个零和游戏 除非有个别领先的国家 它因为人力资源 人力成本上的原因 放弃了一些 给你 后进国家去追赶 让你去有一些叛徒 在贸易上填补一些空白 说到底一句话 这碗饭是别人赏给你吃的 不是你自己的努力 你没有核心的东西 在任何情况下 人家说翻脸就翻了 现在人家想借力 人家想自己走出谷底 美国要回归制造业 那么它还能让你 永久地玩这些游戏吗 你没有自己的核心技巧 你连最基础的材料科学 你都没有过关 你想组装 人家给不给你组装 这个东西都是位置 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 老是有人 去做一些不切合时宜的发言 靠恐吓来威胁主要的贸易伙伴 这种游戏 曾经有几十年很流行 但是从2017年开始 其实你就玩不转了 因为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 正在实实实在在地 对中共进行封杀 原因其实很简单 游戏不是这么满 靠谎骗国际社会 始终是不会长久的 你说你要开放 你说你要民主 你搞了基层民主的这个选举 搞了这个试验 那么你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 国民总产值的提高 你应该做到的一些承诺 在国际贸易组织中 曾经的一些约定 你都在反复 从来就没有 踏踏实实的想去做 那么我们也知道 整个这个世界 它主要有三个文明 伊斯兰 基督教无神呢 或者是多神 多神经办 那么制式的模式 也有三种 一种是所谓的民主社会 它上到游戏 上到规则来玩 任何人都在这个游戏规则之中 第二种呢 是我们知道的王选国家 它不是那种 足足一线 就完全是王权专制 这一类国家不是很多 是吧 像沙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它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来的 它们有一套完整的 王朝的这种管理体系 它其实也是有一些规则 那么最后一种就麻烦 就是我们知道的这种社会 你不管它打到什么样的旗号 现在已经了了无几了 但是最起码一点 你没有规则 你这个东西就麻烦 对吧 你所有的规则都是你这个党在制定 你随时可以修改它 你如果说 你修改了一个规则 然后你遵照它执行 这个也成立 是吧 你不管是民主国家 王权国家 它都能跟你进行交易 是吧 但最怕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今天制定的规则 宣布了以后 你明天在个别的案例上 你修改你就改了 其实你是没有规则 你这个规则 只是按照当时领导人的这种思路 随时的可以切换调整 这个东西它没有根案 所以不管哪一个国家 它跟你在交往的过程中间 其实它是没有案例可询 没有办法判断 你这东西老是没谱 人家就不敢跟你长久的玩下去 我们知道从七十年代末期 西方主要的国家 对中国都开放了一些技术 资金 包括人员 那么中国呢 这几十年来 也走过了一段 所谓的改革开放 三十年搞了一个轮回 它又切回去 这块它又走向 封闭 走向这种 一党专制 人员在党上 这么一条老路上去 中国并没有实力去抗衡整个世界 但是我们看到文宣口经常还在说 中国要怎么样怎么样 要引领世界科技 世界经济 这种风筝 甚至我们看到这个 这头熊 就是这个习黄历 它号称要研究 人类往哪里去的问题 但李锐的说法 它也就是一个小说偶看 现在要干的这个 哲学家的事 不仅是不太容易 令人理解 其实也没什么人敢 跟他打交道 因为他不靠谱 他说的话老是虚无缥缈 所以很多人要是把 目前中国遇到的这个问题 仅仅看成是 在贸易上 打贸易战 我觉得这个眼光 还可以往前放一放 它其实是一个制裁 而且会是全球联动 不要惦记手上 这些东西 我今天看到一份清单 明天看到一个清单 又增加了哪一个公司 哪一个科技公司没做好 被人家追究知识产权 其实不用账 未来的两三两六 它是一个全面压制 这种制裁 会很严酷地 关上外部世界与中国的 这种沟通 中共也会借着这个机会 走向闭关 我们知道前期的一些动作呢 已经有了 其实后期呢 行业会越来越多 中共现在许落了很多 开放金融市场 开放汽车市场 利用一些光免堂皇的协议 试图掩盖整个世界 对它的格局 但是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 因为从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 它到现在为止 它其实没有结束 一个国家想要摆脱危机 它有很多种办法 当它在国内寻找不到出路的时候 它就必须要拿一个体量比较大的国家 作为电脏市 这很正常 每个国家呢 都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 来考虑自身的政治经济 那么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些 所谓的封杀 它只是一个开胃小菜 它利用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上的洗牌 它会重新塑造自己的经济体量 通过自身的调整 来占领空缺的市场 在制裁中国的同时 美国的制造业 在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向反而 看清楚这一点 就不需要再去听那些 胡编乱造的评述 因为它们没有意义 只对某一个热点去评述的 不去研究背后的本质 那只能浪费我们的时间 做好最坏的打算 不管你是想移民 还是想在国内 安静地度过这一段混乱期 提前做好一个思想准备 比浪费光阴要好得多 感谢观看